玩具TV第28季第四集第四弹 我自己个人来说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游戏 也自然连带是非常喜欢的角色 听闻你好像曾几何时打到香港 不知道头几名这样的吧 Zero 3是八强 又听闻你好像当时黄金 和军老神有得打 我当然输了 但他也要入钱 很紧要啦 但多一句 会浪费的 打机是一种要考反应的 真的要打得好多 要不断打不断打才行 没得谈 所以见到报清会场限定 顶他这个按针 报清会场限定 报清SDCC限定 这个不是报清 它真的是SDCC限定 但来到香港就变成了这个代理版 还要量产 还要可以再订阅 没错 拿你的名字 那是Next Level JADA 厂出的 JADA 厂出的 杀二龙 杀二龙 当然他今次用了Street Fighter 2 Ultra 版本的阿龙来做这个 帽子 所以时间关系我们都拆了它 出来的了 见到本身其实配件也很丰富 对 有两个阿龙的头 另外有两个风林火山的台座 为什么有两个呢 因为一个会破坏的 这个好玩 这个我不拿出来 只拿这个出来 这个一拿就破坏了 为什么不破坏呢 是因为后面黏着胶纸 这一本 也好 这样就最好玩了 一个就是正常 一个就是难得的 没错 这些人可以考虑做冬夏病夫 也好 试试给大家看看 这个鬼佬厂出的街霸系列 给大家什么呢 就这样看 新型比例 造型都相当不错 合格 因为本身真的有比较 我相信之前大家都有玩SOTA SOTA很多年 另外SOTA之后 现在比较普通的Storm 今次这个 应该是鬼佬厂出的阿龙 外观上是合格的 是合格的 所以变成他们一般的产品 都只是200多元左右 180元 对了 原价180元 就当版 这个阿龙来说 它因为 当然是SDCC 所以变成相对配件比较多 有这个 魔化了的波弄拳的特效 和火焰波弄拳的特效 这个特效 亦可以用这支Stand 去拆开 让它做出波的动作 所以 它亦有出波的手 但我不瞒了 当然 其实重点是拍照 拆开它 所以我拔开了 放在这里拍照 其实感觉是一能的 这样的镜头是否漂亮 不错 是否不错 適合 放在风能果身 可以 挺好 动一动 好 彻底的玩具 本身胶质也是 大家见惯 可能是牌子宝 平价一点 的胶质 或者是墨花柳 所以变成在楼上 真的不用担心 后面两个 软胶制的头巾 挺好弹的 这次 虽然它的价格 因为这个是特别版 便会贵一些 普通版 八多元 如果它是胶质 又软胶 因为这件衣服 只要脱得 是的 我觉得它的可换性 和分件 其实真的相当不错 在这个游戏里面的姿势 你想怎么摆的 某程度上 也不用担心 噢 要的 是的 这个一定要一起说 才可以 这个要一起做生效的炭鱼 是的 没有换手 算了 来吧 不要緊 我帮你 召唤 我帮你 召唤 要换手 要换手 因为它也很容易 因为它也是一个插盆 没有难度 哇 要放大它也挺像的 有点忙 你刺一刺 它这个机要刺一刺 可以 可以 是的 真的 挺肯扯得 好 来吧 查看 银丸戈 这球不是用来握的 我都要准备定 球已经准备定了 准备定了 龜球气高 阿波拳 阿波结 阿波结 哈哈 那如果也是那句 最后一句就是这个 这个胜利姿势 是不是有白色 有 但其實還未出現 待會可以再說 坦白說這間廠出 跟你說什麼限定 不要再相信 變成不需要 特意捱貴和人爭 都是記住這間廠出的 不需要再想什麼 擔心賣光 這些 某程度上 都是低顏色 不用擔心 什麼 賣光 剛才的觀眾問起 暫時出了九個款 哪個 就是阿龍 出了的 阿龍 飛龍 就是這兩隻出了的 第三隻出是春麗 春麗挺黑人出的 是的 春麗也有兩個樣子換的 第二彈是 阿Ken 印度佬 還有Kami Kami也挺難出的 對 第三彈 因為他每一次就出三隻 好 第三彈是 君佬 DJ 和司令 四天王 不知道究竟能否出出 希望 他就說會出齊十六個人 Super 入面的十六個人 你出得 Evil Reel 沒理由沒有豪鬼 暫時真的沒有 他暫時寫是沒有 總共這個 是有十七個角色 你Ultra Street Fighter 2 是有豪鬼的 是嗎 是啊 但是他很搞笑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 拿一個拉神 因為他那十六個 好像是用Super 即是用佳霸2的Super 好像是 不是用Ultra 我記得好像是 但是Super 你的豪鬼可以搓出來 是嗎 是啊 我真是不清楚了 因為Super有下面的 巴 我又想說一說 我玩Super 都看同敵手 嗯 大家期待一下 究竟他能否出得 十六個人 或者十七十八個人 對 不算特別認識 那便是祝君好運 還有多一句 記住這間叫什麼 JEDA JEDA 出的什麼限定版 不要再搶 真的不要再搶 你正正經等坊間 可能還便宜幾十 對 還有如果有師兄 是未入手的話 而未買到 現在還可以訂 是可以訂 不過好像是出貨是十月 還是十一月 遲些玩而已 便宜二十元 三十元 四十元 便宜四十元 沒所謂的 好 稍後見 稍後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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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